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ython3 今天的主题 大家请看活用字典 字典这个对象非常的特殊 它非常类似于渣辣椒本里面的 Jason对象 所以说它是非常的灵活 都怎么灵活的使用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 字典的列表属性 第二 字典的字典属性 都有什么意思 马上看实战演习 其实非常的简单 它就是一个Jason对象 没有之意 马上看 我建一个文件 咱们边运行边讲解 字典对象真的是太好用了 好咱们不吹了 马上实验一下 我先把代码的第一部分拷贝过来 咱们先看一下 都是什么意思 我整理一下行 OK 左边是代码 右边是运行结果 咱们先看 这代码 我定义了一个大的字典的对象 咱们上一期 仅仅是这四部分 对吧 包括这个IP 端口号 UserID Password 它呢 直类型 分别是字符型和数值型 对不对 其实字典有各种各样的类型的属性 比如说 大家看看这个地方 我还定义一个Options 这Options 不就是DB Configure 这个字典对象的一个字典属性吗 它里面又套了一个小字典 对吧 非常类似于Jason 非常类似于层级结构 对吧 非常的好 另外 它还有一个数族属性 大家看这个地方 没有问题吧 比如说 我这个DB Configure里面要连接一个系统程序 我要连接哪个系统程序呢 后面我给出一个数族 换句话说 咱们比如说 想连接这个PostleGrade这个数据库 可能要使用下面的这几个系统程序 用哪个都可以 但是另外一回事 换句话说 我针对于DB Configure这个字典对象 我给了它一个数族属性 咱们记住这个就可以啊 然后呢 我把它们分别输出 首先咱们先打印出这个DB Configure字典对象本身的内容 然后大家请看 我分别输出了一个Option 分别输出了一个Drivers 看一下它们这几个 这两个子属性的内容都是什么 该如何输出 好 咱们试一下 Go PY Test 挥撤 注意看 上面这一大部分 这一大坨 是吧 这是它的对象本身 接下来大家看这个地方 大括号 里面呢 有两个属性 一个是Timeout 超时时间 一个是Encode 数据编码 没问题吧 这个是它的子典属性 Option OK 接下来咱们还输出了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呢 是它的去种程序 就是下面这个地方 对不对 换句话说 咱们呢 为这个子典可以定义各种各样的属性类型 然后呢 输出 然后呢 使用 没有问题吧 OK 既然咱们定义了两个不同的类型 那么这两个类型是不是可以循环呢 好 咱们试一试 咱们上期讲解了是子典的循环 那么今天我给您增加这个Options 这个属性 它不就是一个子典的属性吗 对不对 它能循环吗 当然可以 咱们看看该怎么循环 这地方 注意看 我定义了一个Options的变量 然后呢 让它等于DB Configure里面的Options的属性 没问题吧 那么换句话说 咱们Options的变量 就是DB Configure的属性 然后呢 它就有一个Items的方法 这个是咱们上期讲过 对吧 如何循环字典 那么咱们帮帮帮 把这个KeyValue都取出来 然后呢 直接输出 完全和操作普通的字典对象 完全一样 对不对 好 运行看结果 Go 大家请看 我的Options这个属性里面 其实就有两个元素 对吧 超时和编码 你看 这输出了超时和编码 和操作普通字典对象 完全的一样 虽然它是属性 但是完全的一样 OK 接下来 咱有一个数组 没有操作呢 该怎么操作 或者说叫做列表 该怎么操作 完全一样 试一下 上面这位屏蔽起来 好 咱们看 咱们这个dbconfig 有一个drivers 这是一个数组属性 没有问题吧 那么咱们把它付给一个本地变量 这地方咱可以不叫drivers 叫这个abc 叫drivers1 都无所谓 变量名 可以随便起 然后我让它等于咱们dbconfig里面的drivers属性 OK 然后呢 咱们和通常一样 去for循环一个数组 或者说循环一个列表 取到每一个值 然后输出 操作和咱们普通的数据类型 完全一样 对不对 好 咱们马上试一下 看它的运行结果 Go 大家注意看 输出了三个数据库的去充程序 没问题吧 这个就是循环咱们普通数组的结果 对不对 操作起来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活用字典的主题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 它就是Jason对项目 对不对 非常的灵活 非常的简单 推荐给您 一定要达到掌握 好 以上就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了 今天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心中文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OK 那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